大家好,歡迎收看大人行,我是澤水Carrie 今集開始講Sketch Up的第二趟 馬上開始了 大家打開Sketch Up,然後放大它 為什麼要放大呢?因為這個版面包含了很多東西 中間這個位置當然就是平時我們畫圖,畫2D或者3D圖 可以任由這樣去控制 左邊這裡就是我們的工具,我們的Toolbox 可以加減任何東西 然後到左下方,這裡就是我們的Status Line 什麼意思呢?即是說你現在在用的工具 例如做一次給你看,我按小筆 按下筆字的時候,它就會說 決定個Start Point先,就好像從這裡開始 接著它告訴你,是End Point 因為軟件上都是很多英文字的 所以我都會盡量用英文來講 若果有些不明白的時候,就可以大家留言給我們 我再告訴你 好,到這裡了,接著就選擇一個軟結點 就像這裡這樣計算了 另一個方法就是看看右下角 右下角這裡就叫VCB,叫Value Control Box 即是說你輸入一個準確的數字 記住我們畫Sketchup的時候 跟普通畫圖是不一樣的 盡量要求自己有一個很準成的尺寸 那你畫出來的時候就越更加準確 怎樣做呢?首先我取消這條線 再來一次,L,筆仔 這裡我要畫一條1米長的線 接著就可以輸入了 看見我這裡動的時候 右下角的箱子是不斷加減的 那我一條很準確的1米就輸入 1,000,按Enter 然後就出現了這條1米線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看到右下角這個位置 所以大家盡量把畫面放大它 OK,到上面這裡了 這裡就是我們的Standard Menu 首先左邊就是File 我們去Save 或者是去Load一個Folder出來 或者是去Import一些外置的圖片 或者是輸出其他不同的檔案 下一個是Edit 即是說例如你要把一些東西收起來 或者把它把它開出來 下一個就是Wheels 就是說好像不同的角度 就是好像我們看的方法 還有經常會用到2Bars 第一個是2Bars 然後就是說 因為由於裡面太多太多工具 如果開出來的話 畫面會很爆 所以就自己選擇 最常用到的就是這個 Large Toolset 還有這個 Wheels 好,按它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畫面的角度 OK,我們先關掉它 下一個就是CAMERA CAMERA就是說你可以 我們平時會用到的O 就是按著中間的按鈕 在那邊滑一下滑一下 接著PAN 就是畫面平推 然後ZOOM IN ZOOM MOU 下一個就是畫 然後這裡有選擇 可以畫線 畫壺 下一個就是Tool Push and Pull Tool Follow Me 我都會慢慢教大家 所以不用擔心 還有很多 shortcut key 這就是快捷鍵 但其實有時候 你都可以Z自己的快捷鍵 就說下一個 好,Windows,首先我們講一下Preference 按進去,Preference 就看到很多你裡面已經安排了 例如,Save 到哪裏 例如,你的 shortcut key 見不見,這裡有 shortcut key 都可以用到,在這裡用的 我們現在先不講 到下一個了,就講到Model Information 這個呢,非常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這幅圖的時候 我一開始就說,我設定了mm,mm 但不是的,我需要用串和師傅溝通的時候 要用串和,其實不用擔心的 這裡全部都可以改 見不見,這裡我剛才設定了mm 其實我只要在這裡,轉尺 轉串,都可以的 然後這裡,就會說,它的小數點合幾多個 好影響的 當你定尺寸出來的時候 你不會想太多的小數點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這裡選擇了 所以這個呢,就是我們Sketch Up 最基本你一定要知道這個版面的東西 在右邊這裡 在右邊這裡,就是講你的Layers 你選擇顏色,你倒什麼顏色 都會用到右邊這一部分 所以這四邊都非常有用的 我們這一集就先講到這裡 先不要擠太多東西在這個路上 下一集開始,我們實際講一下 究竟左邊這裡 講一下他們怎樣使用呢 我們在網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